你大庭廣眾這麼貴 都知道你很認真的 不過現在真的不流行收徒弟 不像我們以前特別是欺寒 很多都是私徒仔 錦炎叔, 你有沒有徒弟? 現在哪有人想寫劇本的 又花時間又花心力, 賺又不多 香港人很現實 我想學輕功, 是不是很不現實? 如果我說是, 你是不是不拜十一做師傅? 我也會繼續 就是了, 趁著自己年輕 想做的就去做 不然到老了你就後悔 自己沒做過, 沒去實踐自己的理想 時間過得很快 眨眼就已經七老八十了 就是七十歲八十歲? 你七十歲? 我還沒做到, 但差不多了 還沒做到, 還可以做 金耀叔, 我們一起跟爹學吧 一起學就不用了 有機會的, 我幫幫你 謝謝你 即興話郎Bee這項紅奕藍的八婆 有精神病? 他在公司跟Rae哥吵架 Rae哥跟他說道理也沒用 他還要大聲夾我, 把雲石夾子座丟到臉上 Lu, 我看了 肯定Hat Hunter的那個人看這個姿勢 才問我豈不是有精神病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你一定要把誰放在私人群群群上 我肯定要追究到底 老爸 你進來之前, 可不可以敲門嗎? 我還沒進來 我剛剛想敲門 你就問我進來可不可以敲門 你要追究什麼? 沒什麼? 你整隻小老虎似的就說沒事 都說了沒什麼 什麼?你找我有東西嗎? 我想看你什麼時候有空 跟我去一趟銀行 不去銀行的事就在網上銀行辦就行了 我想你看看我和你媽媽的保險相 明天吧 那就明天吧, 睡吧 老爸, 你睡了? 那他們怎麼樣? 我睡了, 睡了嗎? 你睡了嗎? 我睡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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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不出來應該睡了嗎? 有小寶寶的銀額, 還有… 你的證書是誰的? 這些就是你們兩個的畢業證書 成績表, 考第一的 全部我們都會留下的 那這個呢?那張是什麼? 這張是你媽媽在電影公司 那個演員培訓班的畢業證書 當年很厲害的 這張拜神寺是什麼? 什麼拜神寺? 你媽媽那時候找師父替我批刀 師父把我一輩子寫在這張紙上 這裡說你的子女公有兩子一女 有三個, 老實說還有一個去哪裡? 我說這些東西不太準確 是你媽媽才相信的 那你呢?你有沒有放些東西? 我最重要的東西就是你們的回憶 這個我沒看過, 這是韓國戲 你看 這是陳年舊戲 放在這裡, 肯定很有價值 是 這個是誰? 這個就是原植 你媽媽也會留下這張照片 放在這裡 這張照片是當年在漢城片場拍的 我跟他算是有點緣分 拿回去給他扭個紀念也好 還有就是寧波的屋契 全部都在這裡了 那本就不想退回也行 看看你想不想繼續用 怎麼退?都用了那麼久了 我就繼續用了嗎 我爸爸年紀大了, 多謝你自己跟著 爸爸, 你年紀也不大 現在還要有一隻原植 說來找你學功夫 到時候陪你再操練幾下 你老虎帶四幾隻 我都沒說過你收他做徒弟 那又是你說跟他很友善 現在這樣多好, 還要不要搞那麼多 你看, 還有沒有什麼想看嗎? 有, 想看這個吧 那你去幹什麼? 我還在想 我還在想, 為什麼你可以跳得這麼高 傻瓜撞棍, 傻瓜 你叫我再跳一次也跳不起來了 爹, 你收我做徒弟 教我傻瓜撞棍這一招 傻瓜不是招式 我就是說我撞彩, 幸運, 明白嗎? 你不要經常坐著胡思亂想 難得回到香港到處逛逛逛逛逛逛 其實我也沒什麼地方想去 你經常坐著對著空氣也沒用 有打算什麼時候回韓國嗎? 你不是在韓國犯了事, 不能回去吧 不是 我花了錢, 什麼都學不到 我不知道怎麼回去 你老實跟我說 你來香港是否想拍戲做舞台明星 不是 那你說要學功夫, 又說要學兄弟 那學來做什麼? 學這些東西不能當飯吃 那不如回韓國 我沒學到, 也沒飯吃 我真的沒吃飯 你早就跟我說 我吃西北風不飽, 傻小子 夠嗎?不夠, 再點點東西吃 你不吃東西嗎? 喝啤酒, 吃炸雞, 很好吃 有碗啤酒喝, 很滿足 慢慢回來, 沒得喝 為甚麼 挺大的 對嘛, 那個團隊就派女兒下來管著我 那派阿楓下來呢? 派她下來就要我擔心 那派我下來就是跟你學習 我找回那時候你小時候 跟我在片場拍的照片 我下次給你 其實你在韓國做什麼? 我的工作很悶 說得出來嗎? 不懂怎麼說 不懂, 要陪人做運動 健身教練那些 也不是的, 挺好的, 能發揮的 梁監製, 怎麼樣? 這麼大的事? 梁監製, 怎麼樣? 我的屋子固定了, 好疼 好, 撐住一點, 我扶你慢慢下車 行… 慢慢… 好痛, 真是好痛 沒事的… 我想問, 這裡有沒有感覺? 有… 你把兩隻手放在頸後面, 這樣 相信我 試試 好, 慢慢喊喊 好 放鬆 一、二、三 如果你不想錯過TVB的精彩節目片段 就快點按下鐘, 訂閱吧